恒大最近是坐在热搜上下不来了 可惜跟西安的关门运动一样 都不是啥好事 之前解读新闻Hotspot频道 给朋友们做家照也那期聊过 大佬们的背后还有一堆大佬 恒大也一样 谁还没几个铁杆粉丝是吧 可惜啊 恒大这次是把他的铁粉坑惨了 1月7日华人置业发布公告 2021年出售恒大股份 预计亏损约78.7亿港元 这还没完 如果把剩余的恒大股份 按照年末行情做评估的话 剩余的股份变现 就会亏损30.5亿港元 也就是说华人置业亏损 至少109.2亿港元 而收到的股息 仅仅只有1.6亿港元 亏掉的这些钱 是华人置业过去5年的营收总额 要是看利润 只怕十多年都挣不回来 咋计算的呢 解读新闻带大家简单看一下 2020年华人置业营收30.41亿港元 同比增加132.18% 实现归属股东净利润 仅为6.2亿港元 同比下降21.25% 大亏的数目 除以利润就能知道 起码要花多少年 才能填补亏空了 而且这个年份 还只是算数上面的结果 真实的情况 肯定要远多于这个年份 随着恒大情况持续恶劣 华人置业以后的局面 将会更加的艰难 挣的钱将会越来越少 更何况恒大剩余的股票 还只是评估而已 并不是真正变现之后 亏了30.5亿港元 咱们实际上来说 如果真的买了 它会亏得更多 毕竟恒大的股票 现在几乎等同垃圾股 根本没人愿意接手 华人置业要继续降价 才可能有人买 降价就意味着亏本加剧 所以才说华人置业 要花上更多的时间 才能填补亏空 真是太可怜了 就跟中国那明星死忠粉似的 当明星出了事情 死忠粉也跟着遭殃 华人置业这个铁粉 一直非常相信恒大集团 华人置业在2017和2018年 大手笔购入恒大的股份 光是2017年上半年 就花了69亿港元 买下恒大集团5.8亿股 而2017年整年 买下中国恒大8.575亿股 总投资132亿港元 而在2020年8月 华人置业夫妇还以私人的名义 花了45亿港元 买下恒大物业5.37%的股份 然后又在2021年初 恒大汽车募资260亿港元时 甘比又买了30亿 不知道现在甘比回想起来 是不是肠子都毁清了 亏得想哭 花了这么多钱 只怕跳楼的心思都有了 华人置业曾多次尝试私有化 但最后均无疾而终 最近的一次是在12月17日 华人置业公告称 公司私有化计划 在近日召开的计划会议 及股东特别大会未获批准 公司私有化建议将不会进行 公告显示 出席上述会议并于会上投票的 计划股东有74位 其中仅有10位赞同 64位反对 赞同股东持计划股份89.24% 反对股东持计划股份10.76% 私有化失败的华人置业 其股份于联交所的上市地位将会维持 至于此次私有化失败的原因 业内人士分析称 虽然此次私有化方案较当前市值一价八成 但对于很多高位买进并被套牢的股东而言 四港元的私有化作价缺乏吸引力 股权结构方面 目前陈凯运及其一致行动人 直接最终持有的股份 占华人置业股本的74.99% 资料显示 刘鸾雄早在1989.1991年 曾两度尝试私有化华人置业 但是均遭部分股东的极力反对 作为香港主要地产发展商之一的 华人置业 核心业务包括投资物业的租赁 及销售发展物业 不过 华人置业近年来的业绩前加 经利润已经连续六年下降 另外 2021年上半年 华人置业游盈转亏 净亏损3547万港元 公司实现收入7.26亿港元 同比减少63.0% 本期间毛利为6.89亿港元 较2020年同期减少64.4% 主要义由于 来自恒大股份之股息收入减少所致 受业绩等方面的影响 该股的股价也接连走低 较历史高点已经跌超80% 现在受到恒大崩盘的影响 华人置业的股价 已经到了2.84港元的低股 总市值仅为541.18亿元 华人置业这个惨状怎么扭转 说实话光凭自己是真的没办法 因为原因归根结底还是恒大的问题 除非恒大的经营起来了 不然华人置业手里面的 恒大股票就是垃圾货色 但是恒大还能起来吗 估计现在是没人还会看好恒大了 除了强倒众人推的 恒大海花倒的几十亿 最主要的是 那些债券贷款都到齐了 根本没有钱还 哪怕是利息都还不上 虽然许家印一直在争取挽回市场信心 高喊保交楼保复工 但是没钱能保出什么东西 恒大想搞钱的途径几乎是没有了 首先是找银行借钱就不行 中国的三道红线和银行的两条红线 精准打击恒大的资金链 负债率太高的恒大 根本没办法找银行借钱 另外一个重要的途径 是信托基金这样 带有投资性质的资本 恒大一爆雷 无数的信托机构当即欲哭无泪 因为很多信托机构 都给恒大数十亿元的资金 并且许多的信托机构 都有着公有制经济主体的背景 现在恒大爆雷 钱回不来 信托机构根本没办法跟客户交代 甚至要吃上官司 那谁还会继续借钱给恒大呢 能玩信托的人或者机构 本身体量就大 毕竟信托的门槛不低 所以亏钱的信托机构 要安抚好这些大业 自己都有的头疼了 其他的渠道还有金融平台 大体上就是搞理财和投资的这种平台 资金来源一般都是收入不太高的客户 也就是广大的普通老百姓 这些金融平台给自己客户的利息很高 所以贷款给恒大利息更高 但是现在恒大崩盘了 别说利息 连本金都回不来 即便想借钱给恒大也无能为力了 再说债券这条路吧 已经非常的不现实了 恒大的信用等级太低 导致很多债权人甚至要求提前履约 就跟咱们前两天说的世贸那是一样 毕竟恒大已经是一条破船 借钱给它的债券机构都想赶紧跑路 谁还会继续帮助恒大用债券融资 还有人敢买这种债券吗 股票市场也不成 因为恒大的惨状有目共睹 不可能再有回天之能 有人说如果有大资本注入炒高股价 就能吸引人们过来购买股票 然后再趁机出手 这样大资本和恒大都有钱挣 道理确实是这样 毕竟股票就是低买高卖的游戏 实质就是击鼓传花 找接盘侠 问题是时机不成立 这个时候的恒大股票 如果不正常上涨 大家也就知道是资本在做局 太明显的举动 谁傻到还能看不出来 如果联系资本卖空又如何呢 也还是不行 因为卖空的前提是股价还有跌 这样才能在高位借钱 低位还款 而如今的恒大股票还有下降的空间 一滩死水 死的是那么的平均 就跟逝者的新电图一般 已经彻底失去了操作的空间 那么恒大想在资本上回笼资金 就只能出售自己的资产了 可惜的是恒大的优良资产已经不多了 前几个月的时候 恒大打算出售恒大物业 但是400亿的价值 却只收到200亿左右的报价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接给钱的交易方式 有相当一部分 都是股票换股票这样的价格 这样的结算手段 恒大无法接受 但是它不接受的话 就等于断了出售资产这条路 毕竟接盘侠都是贪婪又嗜血的 恒大这么惨 谁都会狮子大开口 有能力接盘的人基本上都会拼命压价 甚至还要求数份优良资产 配套一个不良资产 谁给的价格都低 就赌恒大什么时候撑不住了 然而出手了这些优良资产 也只是带来恒大短暂时间的好转 能好转多久 能好转到什么程度 其实都是未知数 而华人置业要在这样短暂的时间 这样有限的好转机会下 出手自己手里的恒大股票难度可想而知 只怕刚有人过来谈 恒大那边又撑不住了 谁都不傻 别人也一定会关注恒大的动向 再跟华人置业谈判 说完了资本运作上回笼资金的手段后 再谈下业务回笼资金的方式吧 恒大有一些优良资产 比如恒大物业就很不错 每年都能挣钱 但是这点钱连利息都不够 要还到猴年满月也不行 而且恒大物业说不定随时都要甩卖 一旦甩卖等同于断了恒大造穴的能力 以后的日子就更加的艰难了 本来房地产公司 就是靠卖房子作为主要收入的 但是房子有多难卖 2021年的楼市大家有目共睹 中国楼市一下子就倒退了十几年 而恒大是其中下跌最厉害的 销售额同比下降超过90% 平均的水准是30% 房子卖不出的原因很多 最重要的是恒大随时要完蛋 谁都不敢买 毕竟恒大债务这么多 这么复杂 要是买了恒大的房子就会卷入债务中 在债务没有处理完之前 在楼盘的归属还不明确之前 房子能不能搞下房产证都是个问题 要是没有房产证以后怎么转卖房子 倒不是说那些炒房客 毕竟普通人有时候也会有换房子的需求 其他方面的原因 大体上就要归结于消费能力下降 这里面包含两种情况 一种是没钱买不起 一种是有钱不想买 别看恒大的房子降价了 可是再怎么降价 哪个普通老百姓买房子 都是要背负几十年债务的 随便拎出来一个城市 房价都是在上万元 而之前咱们做节目都说过 2021年如果说中国人过的是苦日子 那2022年只会更惨 现在别说买房子 有多少人失业 断工 即使手里有钱的 谁又不把钱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 不敢乱花 现金为王的时期已经到来 就连李嘉诚都开始只想要现金 所以恒大的房子更卖不动了 之前咱们也说过恒大汽车横池五 当初华人置业也参与其中 但是恒大汽车烧了数百个亿 烧出来的东西却糟糕的不行 根本不能帮助恒大回血 所以华人置业的钱也跟着打了水漂 朋友们看 恒大哪还有希望了呢 华人置业手里的恒大股票 现在就是一大包袱 压在身上卖不掉 吃不下 只能眼睁睁看着资产缩水消失 而除了恒大把他坑惨了 还有华人置业之前还持仓家兆业 之后再跟朋友们聊家兆业爆雷的事 所以香港富豪刘鸾雄这次栽的大跟头 很可能直接导致华人置业破产 朋友们对此有什么高见呢 欢迎评论区的精彩留言 解读新闻Hotspot频道 和朋友们下一期再见